一请启动 我们2021田伟花海嘉年华 秋收花宴即将在11月13日正式开放 田伟乡公所将于11月13日起 举办2021田伟花海嘉年华 秋收花宴活动 县长王惠美与田伟乡长林久正等贵宾 邀请全国喜爱花卉田园风光的民众 呼朋引伴一起来田伟参加这场秋收花宴 田伟是花的故乡 我们有1000公顷左右的花海 特别是在我们集中的公路花园 也有500公顷范围之内 有200多家的园艺的行列 可以说呈现给大家非常多元化的一个选择 那特别谢谢我们公所农会修区 地方士生大家共同来举办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在东西这边有可以你处处可以找到很多的秘境 像西叶兰人啊这个七里香蜜月七里香啊 那个整他边就是美 因为大部分的生产的 盆花的生产机力就在我们东区这边 欢迎爱花的朋友 西大小朋友来田伟来赏花买花 13号到18号一定要来我们田伟走走逛逛 这里有最漂亮的花海 欢迎所有的网红帅哥美女来这里打卡 我们河家可以带着小朋友 这里的所有的好吃好玩都是河家欢迎的 2021田伟花海嘉年华秋收花宴活动 将于11月13日至28日在田伟乡立幼儿园旁 举办为期16天的盛大花海嘉年华 结合周边树田推广田伟在地苗木作物 并以乡村同趣为主题 规划三大花海区 另外还有很夯的波波草原区 罗汉松森林 玉米田气垫迷宫 花海音乐饗宴及摩采等有趣丰富的活动内容 王县长邀请大家来拈花惹草 公益频道黄诗亭田伟采访报导 王县长邀请大家来拈花